这个我们也是范例练习这边 应用范 应用范围的这个地方 请开启那个应用范围的第 Q11 知识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把它改写一下 比如说利用 跟刚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程式 然后呢里面我希望多一个 这个 总共也四个栏位 那请各位再插入这个地方 再插入一个栏位 这个多一个姓名 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会希望这个地方多一个栏位名称叫姓名 那可以记录什么 记录客户的姓名 姓名 姓名然后 甚至他这边应该 再插入一个 再插入一个 性别 比如说这边再多一个性别 性别 然后呢 我最后 我希望把这些资料 除了说呢 可以 怎么样呢填到 这个 Essal里面之外 总共会有六个栏位好了 填进来 到时候会有个按钮 按进来之后的话 我可以除了记录在哪里 记录在这个里面 有六个栏位之外 我也希望怎么样呢 点完之后 按开始计算 银角金额就出来 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可以把资料 写入到哪里呢 写入到 我的 Essal里面 OK 这部分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 各位先开启一下 等下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